其實吳寶純他在每次演講的時候 他也都提到 他真的很想念書 他的意思是說 他很擔心有一些年輕人 看到說 哎呀 麵包師傅只有國中畢業 所以不必讀太多書 只要好好學技術可以 但是他說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剛剛我們在新聞裡面看到 他一直強調 要做出真正好吃的麵包 其實真的需要很多的專業的知識 他是先天比較沒有栽培他讀書的環境 可是後來他受到很多的啟迪之後 他越來越感覺讀書多麼的重要 所以他常常說他很想念大學 那麼他現在 以他這樣子只有國中畢業 但是他想要再繼續就讀的話 以一個技職生來講 他可以走怎麼樣一個求學的路 其實現在教育部也是在開放 讓很多就是比較沒有 這樣的一個學歷的人 也可以進到大學去 譬如說最近教育部 就有一個224的方案 224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年齡滿22歲以上 工作經驗有4年 那如果說修相關的學分 修40個學分 那你就不需要任何的學歷 你都可以讀大學 這個是大學的部分 而且這也是最近開放的 那第二個就是中生教育 輝流教育 像現在很多的社大 開了很多各式各樣的一個課程 那這個也都是不需要任何學歷的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一個好朋友 他是學材料的 他也是台大的材料研究所畢業的 那後來到了業界去管理工廠 他覺得還有求知的必要 他也想考慮過讀台大的 考台大或是什麼原制的EMBA 那後來他再去看了這個課程 就發覺還有跟他在職的工作需求 他最後是讀台大的 他們有一些專班禮拜天上課的 他是學分班 學分班 但是這個可能就是他如果 他可能不見得有學歷 可是這個他們也學得很好 他還每學期都考第一名 還得到台大的這個獎賞 那孩子都覺得 這爸爸怎麼念書念得這麼認真 比他們還認真 他可以得到實際的知識 可是他已經不需要再 他已經有說是畢業 他不見得再需要這張說是 學位的在第二章的這個 學位證書 那對他來說 能不能夠實際獲取活用的知識 所以我們現在看我們是要知識 我們要學習 還是我要證書